为了满足家长的托育需求 也减轻育儿的负担 台中市社会局打算要利用 后里第一公有零售市场 后动两楼的限制空间 要打造后里区第一座的 公社民营托育中心 而总工程的经费 大约要花上1200万元 预计在今年7月就能办公 而届时将可以提供 60名0到2岁的应就儿托育服务 而消息一出 也让地方是相当期待 空荡荡的室内空间 外头还围上工地围离 避免民众闯入 这里是后里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的 后动二楼 最近台中市社会局 打算要活化该处闲置空间 便列约1200万元 要来打造后里区第一座的 公社民营托育中心 这个它的经费呢 本来是第一次是标不出去的 我们立刻决定加码 所以就顺利招标 目前的经费是1200万 预计在7月7号可以完工 市府社会局表示 由于近年来后里地区中科厂商陆续进驻 家长托育需求也跟着增加 因此才会决定增设公社民营托育中心 预计今年7月就能完工 驱使将可提供60名0到2岁应幼儿托育服务 消息一出也让地方是相当期待 因为你爸爸妈妈都要上班 有的人亲爱的保姆是比较费用比较高 有这个政府的德政 我们人民就会受费 可以啦可以做公托 让一些小孩子比较方便 我是有看那个宣传单 它说一个月收7000块 那政府又跟我们补贴4000 那等于是只收了300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可以吸引一些比较年轻人感生感养 后里是一个新兴的地区 那边有非常多的中科的朋友 还有当地的伙伴 所以我们是一个大公托 一个在县区里面来说 60位算是一个大公托了 后里托婴中心将会以潮的森林为设计发响 因为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将会营造出气氛温馨 且空间舒适的育儿环境 地方也期盼未来能为市场带来新活力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